欢迎收睇屈机TV 我是你的屈机主播周杰逸 近几年美国债务的总量膨胀得非常之厉害 美债的规模已经去到35万亿美元 是远远超过美国一年的GDP总量 而中美经济关系里面 很多人都关注的 就是中国开始大规模地减持美债 累计去到489亿美元 我们先看看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 中国在今年前三个月里 已经抛售了186亿、227亿和76亿美元的美债 特别是在美国宣布 要对我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等 加征高额关税之后 中国的这个举动就特别引人注目了 这些并不是可以轻易忽视的数字 很多市场分析专家都看到眼睛都睹了 489亿美元 而抛售美债可能是我们国家 向美国揣低一个明确的信号 就是中国不满于现在的贸易政策 也减少在美国经济上的依赖 这段时间中国进一步增持黄金的储备 累积增长已经是连续维持了18个月 所以现在变成了全球最大的黄金买价 可以说这种情况可以被视为对美元资产潜在的风险 去进行对冲的一种战略决策 而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未与筹谋 为将来可能出现的货币政策调整 而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 今年以来就算美元走强 但人民币相对稳定 只是下跌了1.3% 今天就来和大家说一说 中国持续抛售美债 在节目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WATKTV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任何一个国家发展 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 美国自然也走不出这个定律 而美国本身的债务压力这么大 他们还需要不断借身去挥救 所以搞到美债的规模越来越大 听说现在美债的最大债主是美联储 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 他自然会出尽全力去买美国发行的债券 那现在美国的前十大海外债主 到底有哪几个呢? 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 2024年3月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 美债的十大海外持有国 是日本、中国、英国、卢森堡、加拿大、爱尔兰、比利时、开曼群岛、法国和瑞士 在美债前十大海外债主中 只有日本 持有的美债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 持有量大约1.19万亿美元 日本的GDP总量只有4.2万亿美元左右 对比起来也可以看得出 日本买美债的积极性非常高 看回数据 我国最近近年整体都在减持美债 但现在仍然持有7600多亿美元的美债 是美国第二大的海外债主 虽然持有量不少 但以我们国家现在的实力来说 7000多亿美元都不算太多 事实上我们国家曾经持有的美债 是超过1万亿美元 最多当时持有的美债是超过1.3万亿美元 而现在持有的数量 交锋值已经下降了超过40% 这个减持量来说 其实都算是很多下 现在美债的收益不算高 基准十年期美债收益率 在3月初的时候大约4.182% 到月底就是4.194% 所以持有美债的收益 都不算是很可观 但为何我们不抛售所有的美债呢 如果真的一次过抛售所有的美债 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我国持有美债 都有几个原因 我们来看看以下几个 1.美债是相对安全的资产 虽然美债的规模是不断的扩大 潜在的风险亦是上升的 但以目前来看 美债都算是很安全 美国非常在意 而且他们的美元在国际上的地位 所以不会再试美债违约 如果违约导致信用崩塌 美国辛辛苦苦建立的美元地位 就会毁于一旦 所以美国自己也不想见到 而美债就因此而相当安全 2.美债有一定的收益 虽然10年期美债的年化收益只有4%左右 不算很高 但在国际市场上 又真是很难找到一些 又安全又有一定收益的产品 如果全部抛售的话 美国在短时间内 可能就未必找得到足够的替代品 3.国际上支付的需要 美国的外汇储备非常多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美国有价证券 美元作为全球主要流通的货币 我国持有一定数量美债 可以在国际结算上提供到一个方便 所以基于以上的原因 我国不会那么轻易抛售所有美债 再加上我国持有的数量都非常多 如果突然全部都抛售 肯定会引起市场的恐慌 到时美债的价格下跌 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我国的利益 和产生一定的风险 另外如果真的出现降息 美元可能会进一步贬值 这样对很多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国家 和投资者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谁是美债的最大接盘盒呢? 在这场国债大戏中 中国可以说是做了一个大动作 连续三个月缩减了489亿元的美债 这件事不单止令到美国很头痛 还逼得有一班人无可奈何 要走出来做接盘英雄 最明显的就是日本和英国这两个国家 说到日本 看今年首季的相关数据显示 他们成功接手了中国抛售出来的大部分美国债 日本在1月份、2月份和3月份分别是增持了 149亿、164亿和199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加起来这三个月就接了512亿美元的美债 差不多就补回中国抛售的那一部分空缺 几乎呢? 英国也不执书 虽然1月份稍微少了一点 但2月和3月的增持力度非常强 合共是增持了362亿美元的美债 就是这样 日本和英国在这个季度 总共是增持了874亿美元的美债 可以说就是这样默默的撑住了美国的债市 但日本这个行为的背后都有他们的苦衷 4月份因为美国华尔街对日元发动了攻击 令日元汇率暴跌 日本央行没办法了 要走出来干预去稳定汇率 这件事对日本来说真的有点尴尬了 因为它在很多重要的经济决策上 都要听美国的安排 这种被动的局面 令日本经常处于一个凤口狼箭 而更加讽刺的是 俄罗斯以前都是美国国债的大户 后来几乎是清仓抛售 要和美国拉开距离 而日本在美国对俄罗斯制裁之后 还要紧随其后表态支持 显得日本的外交和财政政策处处仇制于人 现在的情况是 日本就算被美月无情收割 国债市场一度崩溃 但都只能够继续买更多美债 跟着美国的步伐 面对着一连串的联邦预算赤字 和债务负担 美国政府在国际金阳市场上 就只能够停止采取 拆东场补西场的策略来应对困局 5月16日 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报告说 截至今个财政年度的第一季 即是今年的3月份 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 纷纷加大购买美国国债的力度 累积金额达到近1200亿美元 令到他们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 攀升到超过8万亿美元 这个数字就真是惊人了 因为现在美国国债总额 已经接近35万亿美元 换句话说 全球主要的中央银行 手上掌握的美国国债 大约占美国总体债务的22.8% 嗯? 美国的债务情况 好像一个永远都停不下的雪球 越滚越大 嗯? 虽然这个情况不太乐观 但也反映出 全球投资者仍是看好美国的经济 或者说 美国国债作为世界上最安全的资产之一 仍是吸引了全球的资金 不过 对于现在美国的经济来说 他们面对的挑战同样是不能忽视 国债利息的重担和财政赤字的持续扩大 无疑是令到美国财政部 胜收着巨大的压力 现在市场上普遍预期 美联储有望在今年9月推行减息措施 以应对经济增长放缩和通胀压力的双重挑战 近几年 中国一直主动抛售美国国债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华盛顿就只能怪自己 拜登政府将美元武器化 与欧盟勾结凍结俄罗斯几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这一个公开抢劫式的行为 都全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俄罗斯总统普京 结束完中国访问之后 接受俄罗斯记者的采访 他就说 美国利用美元 客栽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大错误 他还很形象化的比喻 美国竟然在自己坐着那条树枝上落脚 令到自己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普京在访华期间表示 去美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现在90%的中欧贸易 都是用人民币和路报来结算 越来越多国家都跟上步伐 开始抛弃美元 另外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瑞士经济专家格拉斯就认为 减少投资美元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由2021年开始 黄金的表现比美国国债高出了75% 再者 美元几十年来一直都被当成一个政治武器用 而且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之下 资产只能被他们任意没收 很明显西方文明只是被自己的腐败和腐扭的政治制度 所摧毁 今年7月 阿纳特里亚总统和普京会面时表达了一个类似的观点 他说西方将他们的全球货币体系作为武器 他继续说他们根本没有制造任何东西 他们就只是在印银纸 全球货币体系向来都是他们的武器之一 以美元和欧元做后盾 然后拿来制裁人家 另外 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也显示到 中国对美元的稳定性 和美元经济更广泛的前景缺乏信心 作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之一 中国减少持有美国资产的举动 是削弱了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 也可能会削弱到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价值 看回报道 中国出售美国债券会产生地缘政治影响 加剧到两个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美国总统拜登的宣布 对一系列中国进口商品大幅加征关税 而Donald Trump还说 如果重新上台 他可能会对中国商品征收多过60%的关税 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的决定 可能会被视为对贸易争端 和地缘政治对抗的一个反击措施 进一步加剧了 这两个经济超级强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彭博写认为 随着美中贸易战重新爆发 中国出售美国国债的速度可能会加快 尤其是如果特朗普重返美国总统部队 我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明确表示 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我们由中方过往的做法来看 可以预料到的是 如果美方坚持要搞无人间的对抗 中方很有可能会用三种方式来应对 第一,继续抛售美债加快去美元化 第二,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 第三,在关键矿密领域收紧对美国的出口限制 彭博写报道说 这十年来中国一直在缓慢减少持有美国国债 但现在中国快速抛售美国国债 随着中国出售美元资产 他们的黄金储备 占国家官方储备的比例已经上升 根据央行2015年以来的数据 4月份黄金占外汇储备的比例 攀升到4.9% 达到历史新高 将来,随着美国可能降息和做经济调整 我们可能会看到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 这样会令到持有美债的国家面临新的汇率风险 在全球经济重续的大背景下 中国的行动不单单只是金融操作这么简单 更是一种策略性的全球视野转变 我们可以通过减少对美债的依赖 不只是保护自己不受将来市场的波动影响 亦是积极地继续寻求更多国际合作和货币多元化 去稳固经济和增强在全球经济上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减持美债的决策 是一个多层面的策略选择 涉及到金融安全、国际关系和货币政策 这种策略预计在未来几年之间会逐步展现成效 它的影响范围不止局限于中美两国 同时还会对全球经济的格局带来深远和重大改变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就算美方采取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措施 去维持他们经济运作的稳定 可能短期来看会有效 但长期来看当然不能持续 而更严重的问题是 假如其他国家像中国那样去减持美债 美国就一定要面对更艰巨的挑战 总之 中国由美国国际转向多元化投资的决定 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 各种的举动也反映出地缘政治的改变 中俄伙伴关系的加强 还有对美元角色的担忧 这些举动会否重塑全球金融格局 还是有待观察 但它亦突显了 国际关系一直在变的动态 我们的屈机主播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